第25题 第25-26题是体主 若物体可以浮在水面上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向去讨论 以密度的方向来说 物体的密度小于水的密度 若以力的角度来说 物体的重量等于物体所受的浮力 遵守两立平衡定律 若物体的密度恰好等于一体的密度 物体会随意静止在意面下的任何位置 我们试着回答25-26的问题 第25题是问 我们相同的木块分别放在 甘油、水及酒精三种不同一体中 如幼土 以下三种说法何者正确 以木块所受一体的浮力大小次序是 甘油大于水大于酒精 这个说法是错的 我们看到木块在三个意义当中都是浮着的 前面已经说了浮着的时候 浮体的浮力会等于物重 三个一样的木块重量一样 所以木块在三个一体中 它所受的浮力大小都是一样 都等于木块重 叙述已是错的 丙 木块所排开一体的体积大小次序为 甘油小于水小于酒精 这个是对的 我们从图示上就可以明显看出来 排开一体的体积 甘油是最小的 酒精是最多的 所以排开一体的体积大小是甘油小于水小于酒精 叙述丙是对的 叙述讲 甘油与水 酒精的密度大小次序是甘油大于水大于酒精 这个叙述是对的 我们晓得浮力一定会等于排开一体的体积乘以一体的密度 而我们在讨论乙的时候已经知道 它所受的浮力是一样大的 因此如果排开的一体体积越小 那么一体的密度就会越大 在叙述丙中已经知道 排开一体的体积大小次序是甘油小于水小于酒精 甘油排开的一体体积最小 所以一体密度最大 酒精排开的一体体积最大 所以一体密度最小 所以叙述甲是对的 我们的密度大小次序是甘油大于水大于酒精 第二十五题问我们说如幼图 以下三种说法合者是正确的 我们答案选的是C甲饼 和说法立�的 wherever 向上渡装 根底序是顺ấm